在29日上午財富論壇的另一次傳會 就是圍繞中國和世界金融體系接軌 這一中心議題展開了討論 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副主席高西慶 中國廣東省常務副省長王岐山 以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哈勞駕曼教授 就中國金融業未來的發展提出了建議 廣東省副省長王岐山在發言中辭出 中國金融業的每一步進步 都是對國際社會深刻的理解 和對國際規則的進一步認同 1998年以來 廣東省少數國有金融公司和投資公司 曾經面臨嚴重的債權危機 只是處理這個危機的過程 使金融業對於按國際規則建立商業承信原則的必要性 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 王岐山強調 無論付出多少代價 金融業走向以獨立的公司 信用為基礎的融資體系的目標 不會動搖 發展經濟的基礎 是有競爭力的公司 向市場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 這是健康的融資體系的基礎 王岐山認為 從依靠道德管理逐步轉向依靠法規管理 將是中國最終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前提條件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高西慶 首先對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進行積極評價 他說1990年12月 中國境內上市公司僅是有13家 現在已經有920家 另外有45家公司在香港 紐約 倫敦 新加坡上市 目前上海深圳兩個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市價總值 已經達到29,650多億元 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的35% 講到中國證券市場的改革 高西慶說 建立新的大型審核委員會 增加各方面的專家比例 推進國有企業技術進步 同產業升級 鼓勵高新技術企業上市等 將是股票發行制度改革的主要措施 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教授克魯格曼 對中國金融業所取得的發展給予肯定 他認為中國證券市場雖然還很年輕 但是已經向國際體系邁進 他相信中國一定會在不遠的將來 融入全球金融體系 中國紅十字會源台救災物資已經準備授稅 目前已經集中存放 並隨時等候運往台灣 台灣發生避震之後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專門在福州、廈門和廣州 設立了救災物資中轉站 已經集中了以食品、飲用水為主的 價值120萬人民幣的救災物資 雲南紅十字會備災中心 中國紅十字會西安備災中心 和江蘇省紅十字會備災中心 也都已經籌集到數百頂帳篷 上萬件服裝和一批急救藥品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 迫持希望台灣有關方面 盡快提供運輸途徑 使救災物資及早運往台灣 另外由北京協和醫院 著名胸外、普外、神經外科 使管理人生三方 一位 其中一個 現在才成功 沒lock 期待